PATCT那么贵 我不想做PATCT检查 太贵了 我分开做 我做个头颅CT或持工症 做个胸部的CT和持工症 做个腹部的 再做鼓扫描 再做能不能凑到一起 就能跟PATCT相当呢 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其实所有的这些检查 加起来也要三四千 那就不用花那么七八千了 CT它只是解剖结构的影像 而PATCT它附加了功能和代谢的能力 因此看一个肿瘤 看它这个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 看它有没有远处扩散 这个就是最准确的 我的病人尤其是肿瘤大一些 怀疑有转移的 或者我们在做新辅助治疗的 这批病人 我的病人都是需要做PATCT的 虽然可能这一次 花的钱多了几千块钱 但是我们算一个大质 它准确呀 准确了以后治疗起来就精准 那就效果好 那总的来看 它的花钱还是少 怎么说呢 如果你只做CT的检查 你没有发现转移 但实际上它有转移 只是CT的分辨率没有PATCT 这么高 那么你做了手术 花了钱受了罪 然后又切了器官 功能受了损失 但是实际上有小的转移 没发现 你做完手术 很快肿瘤又长出来 又发生转移 这个效果不好 实际上前面花的那么多的钱 就等于白花了 而你如果做个PATCT检查 准确诊断 它不需要花那些 不该花的钱 所以总的 从总的盘子去看 做一个这样的检查 还是非常滑得来的 非常经济效用 就是算这个大账 虽然可能做这个检查是贵 但是呢 花这么多钱得到的好处 可能这个比率就会更高